成年白白肉 便线条分明天鹅病 同样的体重 当手臂线条足够紧致 视觉上能够让人显瘦不少 手臂怎么瘦 手臂主要是念这三块肌肉 三脚肌 攻三 二头 才能让手臂线条更加紧致 而白白肉呢 主要是因为 攻三头肌 长期得不到充分的锻炼 造成了这块肌肉无力 或脂肪堆积 第一个动作 二头弯举 锻炼我们的攻二头肌 全身站直 核心收紧 让你的肩膀 给你的背部在一条平面上 大小臂呈90度 你的手背跟小臂 要是一条的水平面 好 保持核心收紧 尽力往上做一个收缩 感受你的攻二头肌 这一块充分在发力 慢慢的有变紧的感觉 往下放置最大的一个限度 但是要保证你不要被卸掉 向上发力起 好 慢慢放下 鼻息 嘴呼 主身必屈身 锻炼我们的攻三头肌 主身朝下核心收紧 让你的头肺 臀于一条直面 避免出现你任何 他腰部反攻的情况 核心收紧之后呢 大臂紧挺身心两侧 大小臂呈90度 呼气 手臂往后伸直 感受你的攻三的持续发力 吸气慢慢往回 第三个动作 坐姿推肩 训练我们的三角肌 找一个凳子坐下 保证我们的头背臀 于一条水平线 垂直于地面 大小臂呈90度 大臂平行于水平面 小臂垂直于地面 眼睛用鱼光去看 手肘是不是在眼角两侧 呼气往上推 找到走窝 去靠近耳朵的感觉 吸气慢慢往下放 放置大小臂呈90度 大臂平行于水平面 这三个动作 一定要注意一个共同点 在训练过程中 整个肩胛骨 切记不能打开 让它往回收紧 保持肩胛骨稳定性 在家如果没有小亚尼的话 拿小水瓶也是可以打